看簡報的第5頁的部分,來看看老師在教學上你的3C資訊設備要不要升級一下 我們先從硬體來看,剛剛老師有看到 有沒有,我有一些東西在這裡 那這個部分包括了 網路攝影機 你覺得 不管是上網路課程,就線上課程,還是一般的課程 網路攝影機有沒有很重要 有 真的很重要 老師呢,或同學 你參加了很多的 線上的課程或會議的 你有沒有感覺到 大家的頭都好大 尤其是最後一次要大 大家用那個 Teams不是有一個在一起模式嗎?要拍照啊 你有沒有感覺大家頭都好大一顆 為什麼,因為你的網路攝影機如果沒有廣角 你就會特別感覺到 大家的頭 因為他就照在很近的地方嘛 尤其大家要坐得很近 對不對,離那個鏡頭很近的話 就會有這種情形 但是你有沒有感覺 我這一顆 也是擺在我的notebook上面 但是我只有這樣的距離 有沒有,我已經照到上半身了 那我後退一點 他也會來來來 今天沒有 好吧,因為這裡有擋到 有沒有感覺他畫面用尊印的 對不對 那當然有那種雲台的 也不錯啦 有些 如果你移動的範圍比較大 比如說我移到這邊啦 我的這個還會 移過來 有沒有 那如果你今天 有雲台的,他可以轉的角度會更大 但是那個成本相對比較高 所以呢 我在這邊我就沒有用這個 那 我建議大家其實您在 買這個網路設備的時候啊,你可以注意一下 因為像我前面這一台 這個 網路攝影的角度是95度的 95度的 有沒有感覺 比咖啡多一點 因為咖啡才85度而已 所以 這個角度大一點,他可以照放比較大 那當然 自然你就不會覺得頭 那麼大一顆 那 像這一台 他的 這個 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台呢 是這個 叫做 圓鋼的,他有一個 PW315的 那這個 費用 不會很貴 比 一般像 各位看到我手上這一台 我們這裡還有另外一台 這一台 有沒有 這台照我們 現場的 現場這個 其實他也有廣角 這個也有廣角 這個是多少 這個是 大概 好像 80 我記得他好像是78度的樣子 這個是78度 這個是95度 所以 有廣角 當然會好一點 絕對會比我們一般沒有廣角,我們一般沒有廣角大概就是63度 左右 像我一般Nordbook的大部多都是這個 都是這個 所以呢 您可以透過這樣子 就可以比較好,那這個的價格其實是只有多少 我這一台 是 大概 我那時候買的是今年 教育方案,就教師節的 這樣子而已 這樣太便宜 你知道這一台多少嗎 邏輯的都很貴 對啦 這個 結果這台 功能還比這個差 你知道嗎 真的有差 所以有時候也不是說就大品牌就好了 因為有些時候就是大家體驗過之後 你才知道說原來 其實 不見得就是只有 有大廠的才是所謂的優良品 有很多也是不錯的 這是第一個跟老師稍微分享一下 那您就可以比較看看 看看就是我們的這個 有人有用過今天網路上看一看當然也可以啦 但是不可否認網路上看的 有時候 有些是屬業配嘛 應該說很多都是業配 所以呢 真真假假真真 但是 至少 會推業配的 通常也不會說差到很差啦 只是說我們在體驗的時候你可以找找看有沒有更 更好一點的 好 這是第一個 您可以參考看看的 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有了網路攝影機 你覺得麥克風重不重要 老師在上課的時候或者同學參加線上課程的時候 有沒有感覺到 我們 可能是老師的聲音或者有時候同學回答的時候的聲音 有沒有 發現不同電腦差很多 所以 除了畫質 的部分以外 當然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是蠻鼓勵的 你可以用這一種的 這一種的是什麼 電容式的 麥克風 電容式的麥克風 那這種電容式的麥克風 雖然我這個 我們一般的網路攝影機 有的也有立體聲 也有立體聲 可是 他的那個立體聲跟這種電容式 差蠻多的 因為這種的 他的聲音會比較圓潤比較飽和 我們用這種一般的網路攝影機麥克風或者像我現在頭戴式的這一種 他的相對上來說 都會比較乾 就就好像我們現場聽的這種 但是我們聽比如說廣播 節目啦 電台主持人啦 你有沒有感覺他聲音就比較渾厚一點 當然每個人的特質有差 可是呢 那個聲音出來 他會幫你再做一些 就是修飾這樣子 好 所以 這個 因為這個比較重一點 所以我平常都是放在家裡 我就比較懶得帶出來 好所以這個也可以參考 那 有了這個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 老師呢 還需要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這個 這個 因為 我們已經離開了哪裡 教室 所以是不是就少了白板 我用這一面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其實老師可以買一個像這樣的熟寫版 當然也有熟寫版他現在 更進化一點就是這個是一個液晶螢幕 也可以 那這樣子老師在書寫的時候就更接近你在 教室如果老師有寫白板的習慣的話 好所以其實我自己現在是很少寫版書 不好意思 你看我都自己有設定休息一下有沒有 我設定60分鐘休息10分鐘 我先取消一下好 好OK 所以如果說像這樣子我想要來書寫 各位老師 這樣子 我就可以在這邊 我在螢幕上 在這裡 有沒有 這樣我在書寫是不是就比較容易 因為 我平常都是用滑書寫 可是呢 因為我寫的字少 所以還好 但是老師如果書寫字多 就會很辛苦 所以我通常寫字比較複雜的 我就會有像這樣 註英文 比如說這樣子 有沒有我就寫一個註英 好但是偷懶啦 可是呢如果可以的話當然我們就是寫標準的 你在上面寫 寫習慣了 我在上面是就比較容易書寫 這樣了解 好所以 你需要有一個可以適當的一個書寫工具那 不管以後 老師是回到我們的 教育現場還是在線上的 是不是就游刃有餘了 這個其實是還蠻重要的 好 那所以說你有一個手寫筆或者一個 觸控螢幕的那個 筆 板子其實蠻重要那 像這個 你不一定要買很貴啦 如果像這種的大概就是 2000出 2000出 那如果是 易經螢幕型的就會比較貴一點 大概 像這種是7吋的 就差不多要 大概快5000塊 或5000上下 那如果你更大一點 13吋的那一種 大概就接近1萬塊 或1萬塊上下 所以這個是硬體的部分先跟老師再分享一下 那平常其實 您可以看到 我除了這樣 我為了要架 把網路攝影機架好 我們在這個教室 因為剛好這個講座比較高 所以其實我用這樣 Notebook的高度就夠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很多人 平常做的時候絕對不可能Notebook架這麼高對不對 你會放比較低嘛 因為手才會這樣 所以說 我要讓網路攝影機高一點 那網路攝影機位置 其實 對老師授課 來說也很重要 因為 你如果網路攝影機位置太低 你會覺得 開會的時候或者上課的時候老師老師用鼻孔看著 因為他是由下往上的 有沒有 所以我們大部分會比較建議就是你那個網路攝影機的高度 大概是你的視線 平高或低一點點就好 不要 不要變成就是很下面這樣上 因為這樣子效果會很差 就是我剛講的老師用鼻孔看著 這真的有差 那我平常其實比較常用的是像這種 舌管 因為他的好處就是我夾著然後就可以 調角度嘛 當然你想要用我們這一種的行不行 這個 手機的那個有沒有 自拍架 也可以啊 都OK的 所以 其實你可以 找到比較適當的 那 這個是 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我們在硬體設備的部分 你可以做參考 那另外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老師平常 您比較 常在 這個 一般教室上課 而不像我在電腦教室上課 原則上其實 大部分 您現在在 像我們民船這邊上課的話應該是 沒什麼問題 每個教室都會有這個 對不對 但是呢如果您是有些教室他比較特殊沒有 那您也可以考慮像這一種 這個是 我們講的微型投影機 就是LED型的 那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我這個後面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投影了 所以我今天如果我有影片要播 像我今天早上 我就因為我 禮拜二早上都會去學校做環保志工嘛 那麼回收的地方 沒水 優水啦 但是沒電 那 也不可能有網路設備嘛 我就這個給他們看那個 認識 塑膠後面的號碼 我們塑膠後面號碼不是有1到7號嗎 對不對我就用那個播影片啦 所以 我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好 你看 進來 來 誒 不見不見 我看一下 過來過來 好 我可以一下 有沒有感覺聲音夠大聲 那因為他本身是用 LED的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這邊不太會熱 熱度少很多 那又可以撐大概 超過應該有2、3個小時以上 所以我走到哪邊 我就可以怎麼樣 比如說我走到這邊啊 那我們就用這個 因為他流魚沒有那麼高 那我們就關掉 那我們要做討論 就比較容易 對不對 而且聲音這樣夠大是嗎 所以其實效果我覺得蠻不錯的 他會 他會做那個異形校正 你會發現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現在上工具是不是越來越多 就看導師的需求 比如說 你會發現說我們這樣子 在使用的時候 就方便 很多 那 當然這個也可以變成 Notebook的什麼 另外一個投影 就可以我把 影片的電腦多就接到這邊來 播出去 這樣也可以 你就不一定 一定要接 我們的選證點 所以其實這個是 給老師稍微參考一下 在硬體的部分啊 你可以選擇的 真的很 很多 OK 好 那 硬體的部分解決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喔 軟體的部分 來看看 大家 可以有什麼樣的 就是 增加 的 部分喔 好